北港新冠病毒個案近期幾何式爆發 由借調到衛生署個案追蹤辦公室的警察說 現在追蹤的策略都有調整 首要是找到密切接觸者 以防疫情擴散加劇,之後才找源頭 葵聰邨相關群組就算一早找到源頭 累積確診都接近800宗 近期單日新增的確診倍增 不少都屬於源頭不明 有在衛生署個案追蹤辦公室成立最初 已經被借調協助的警察 形容現在的情況就好像打仗 他說去年年底至上個月底 平均每四個檢疫人士就有一個人確診 最終策略已經不只是找源頭 舉例,一個地盤已經傳播給30個工人 30個工人裏面 如果你還不快速地去檢疫 抓他們去檢疫 這30個工人就會再幾何級數上去 緩急先後,我們應該最緊要不是源頭 最緊要是將有關人士盡快撤離社區 這才是最重要、最緊急的 現在如果真是數以千計的話 你去追蹤源頭而不去把時間擺進去 把病毒和市區撤斷 這其實是不理想的 第五波疫情開始 國泰群組一度延伸出外洋群組 陳志偉說,除了有時要靠翻疫問外洋行蹤 也有其他的挑戰 都被固主亦有很多怨言 因為他們覺得他的工人出去 為何會令他們脆弱 他們、大人、小朋友 都需要進入四日 甚至有人是說他們 當他出營四天後 一致電召電給我的發? 那有一個irolog 那份固主就謝謝我們 一 Hour公 Salut或許市民 起初那刻,從生意反 생 COVID 可能是情緒方面的 當Pad獎為包括三百財 filosofing 或隱瞞行蹤,一般都是一時忘記或漏報 衛生署說至今有六人因為門報等被檢控和定罪 第一個追蹤辦設在啟德之後擴展 當局正是籌備第三個 有警司當初在公寓的時間以義工身份做開荒牛 協助籌備,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快 由母便有桌椅、電腦、電腦、電話 其實所有都是由一個很迅速的時間 但要有一些安排,令到這件事能夠成事 而最有效率、最能夠有彈性的協調 就是我們哪一個有空,立刻有時間就立刻去幫忙 他說現在只要市民減少外出,已經是追蹤辦的義工 無線電視記者吳嘉軒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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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